中国航天正不断刷新人类 探索宇宙的记录 这一系列巨大的成就的取得 包含着香港同胞的热情的知识 与巨大的贡献 离不开以香港理工大学为代表的 香港地区科学家的大理公关 与积极的合作 比如香港理工大学的荣教授 荣启亮教授团队 以我们联合研制了 我们嫦娥三号 嫦娥四号 着陆器相机指向机构的 轻小型相机云台 嫦娥五号 非常关键的 表取采样机械臂采样器 近射相机和表取初级封装装置 以及我们天位一号 落火监视相机 载轨获得了很好的表现 吴波教授团队呢 协助我们开展了 长河三号 长河四号和天位一号 着陆区地形地貌的分析 为我们着陆区的选择 和安全性的评估 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实践证明啊 香港地区科学家参与 我们国家重大航天工程 在教育基础研发 国际影响力等方面 还是有着明显的优势 与香港开展航天合作 能够产生显著的成效 随着空间站 长河六号 长河七号 任务的进一步开展 以及后续 我们载人登月 禁地小星星取样返回 火星取样返回任务 等航天重大工程的启动 香港科学家 将能够更加广泛 更加深入的参与到 国家重大航天工程合作中来 快来订阅通知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